哈喽大家好,现在小伙伴你们好,欢迎回到YouTube频道 今天的内容呢就是你们等很久的Sephora85折购物分享 这次85折我非常非常的克制 我在Sephora只买了200多块钱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小袋子东西以及两个套装 这期的购物分享除了我在Sephora买的东西以外 还有我近期在其他商家买的产品 那很大一部分这些产品Sephora也有卖 只是我选择不在Sephora85折的时候买而选择就更低的折扣 在这期的片尾呢我还会有两个就是最近收到的PR产品的开箱 那么就废话不多说,从Sephora85折开始 这回我只买了两个套装,我觉得我已经很克制很克制了 那其中第一个呢就是Too Faced的这个Sex on the Peach套装 然后它可能是玩文字游戏,它想就是说Sex on the Beach那个事 这个套装真的非常非常值 它卖45美金,然后里面有两件正装的产品和两个旅行装的产品 其中我最感兴趣就是它这里面这个正装的这个桃子的定装蜜粉 这个东西火到什么程度 就是Sephora的官网和Too Faced的官网全面断货 out of stock已经很长时间了 就你根本就是你想单买它现在是买不到的 现在只有买这个套装才能买到这个定装蜜粉 它打开之后呢 有一个小盖子 以防就打开盖子的那个散粉露出来嘛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挺好的 我这两天一直在用它 所以目前使用感我觉得它这个味道是满分 它有一种就是特别特别清新的一个桃子味 还不是那种什么黄桃罐头的那种味道 是一种你感觉那个桃子还放在树上 还没有被摘下了那个桃子 加上那个桃树叶的香气 它这个定装的效果我目前觉得还可以 那是因为现在天气还不够热 所以我觉得它的控油能力 我目前为止还检测不出来 然后待我就是用一段时间在给大家反馈 然后它这里面呢 我为什么说它直呢 这个桃子蜜粉单卖叫30美金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最出名的这个BellanceX Mascara 这个好像是23美金 所以这两个东西加一起就50多美金了 就已经超过了这个盒子本身 就是45美金的价值 何况这里面还有两个 就不是中样是旅行妆的 也是这个桃子这个控油系列的产品 其中一个是他们家这个桃子妆前乳 它这个用在脸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凉感的 会给你的就是脸部降温 它这个不是中样是一个20毫升的旅行妆 这个产品的正妆好像是只有40毫升 所以相当于是正妆的一半了 大概价值是16美金的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 是他们家这个定妆的喷雾 是30毫升的 也是就是不错的一个大小 我感觉这么多东西加起来 然后它的总价值快有就是七八十美金了 而这个套装只卖45美金 然后打完85折之后 好像只有大概40美金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套装真的是买的非常非常值得 那现在我看就是Toface的官网也有这个东西了 我觉得Toface很快又会打折的 所以就是说如果这次85折没有买 或者是没有买到这个产品 也没有关系 等到下次这个Toface打折的时候 我也会在我的这个Instagram里提醒大家 那第二个我这次在Safor吧我这个买的套装 就是Benefit这个球形套装 当时攻略里我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球形套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划算 尤其是这个就是24美金的这个球形套装 我觉得是整个就是大大小小四个球形套装里最划算的一个 因为这里面呢有两个正妆的产品 而且这两个产品都是我的爱用品 其中一个就是Benefit这个Roller了 实际是我最爱最爱的睫毛膏 没有之一 它能让你的睫毛超级卷条 这个卷度会立在那里坚持一整天的那种 另外一个就是Benefit这个眉部高光笔 这也是就是非常方便 而且我每天都会用的一个产品 而且有时候就是眉毛眉坏好的时候 还可以拿它来修一修 然后这里面第三件产品呢 是一个就是旅行妆的 California的腮红 这个产品我一直想尝试 然后一直没有买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腮红根本用不完 但我觉得它这个小小的 我一定是可以用完的 然后它里面呢也是有一个 这个他们家这个小刷子 这个California的腮红 感觉这个颜色会非常非常的适合夏天 这个套装为什么说它直呢 就是因为它整个套装只要24美金 你光买这个Roller Lush睫毛膏 大概就要24美金了 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值20多美金的 然后这个California的这个腮红 丹麦是要15美金的 所以已经是就是太直了 何况你还打了85折 而且你们不觉得球形的这个套装 超级超级可爱吗 就是光是你这个container 你摆在家里面都超级超级可爱的 何况value还这么高是吧 我就很难对它说no 当时在店里消费呢 他们也是给了我一个 这个VIB入制的这个卡夹 和一个就是小样的那个礼包 我觉得还是挺可爱的吧 感觉可以拿它装地铁卡 或者是公司的门卡 那第三件我在Sapport买的东西 就是我想买很久 这个Parmagrass的六色眼影盘 我最后纠绝了很久 还是买了他们家这个暖色调的盘 它就是类似于这种文件夹的一个设计 然后把它打开之后呢 是六色的眼影盘 然后上面是有一片纸 然后写着他们各种的颜色 因为这个已经拿到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每天都在用 我整体整体的感觉是 我可能要把它退掉了 不能说这个眼影是不好眼影 因为它确实就是显色度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这几个颜色也是就是很美的一个颜色 按理说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那我还要给大家Swatch一下吧 就是显色度非常非常好 然后光泽度也非常非常好 另外三个颜色也是 你真的是 你这么看我Swatch出来 你觉得这东西就是没毛病吗 就是超级超级好看的 应该就是配起来也没毛病 我觉得他们家是少数的几个眼影盘 你Swatch出来非常好看 但是上眼一画 就是整个眼妆就会让人觉得特别脏 我感觉会不会是因为不太适合亚洲人的风格 比较适合深肤色的 可能它有很多太bronzy的那个颜色 就是太古同了 但对于就是偏白而不是健康肤色的人 就是你画不出那种感觉 就即使这个眼影好的话 在我眼睛上不显好 还会显脏 所以这个东西我应该是会退掉的 这也是我这次就是Sephyr85折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唯一会退掉的一个东西 剩下几样的就都是我就是这回急需的 或者是就是比较感兴趣的护肤品 其中呢第一个就是这个Farmacy的卸妆膏 那如果follow我Instagram小伙伴 应该知道了我超级超级爱这个卸妆膏 盒子设计的也特别特别环保 然后它打开之后是这么打开的 特别的酷炫 然后它里面就是这样一个卸妆膏 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一个性冷淡风 然后它打开之后呢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块他们家的设计特别特别好 它单把这个挖棒放在这一层 所以这个盖子我应该是不会丢的 这样的话就是一直把挖棒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里面就是这种绿色的卸妆膏 给大家看一下 已经被我挖了一个缺口 我觉得这个血症光的综合评价就是 我以后再也不会买Evolone的卸妆膏了 它能做到跟Evolone一样一样的干净 而且比Evolone的味道好温 然后又不用像Evolone操作起来那么麻烦 还要拿个什么他们家的不热敷什么的 这个完全不用那么麻烦 你就像用正常的卸妆膏一样用它 然后它卸妆效果就超级超级干净 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评价 说这个可以卸眼妆 所以我就拿它又试了一下 就是卸眼妆 真的真的卸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就是眼影眼线 睫毛膏口红 眉毛就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眼睛也没有觉得特别呼的 也没有刺激 真的超级超级杂 我觉得应该是我就是现在用过的 就是卸妆产品里的综合素质最好的一种 而且它不是特别的贵 所以它只要34美金 然后是90毫升 那接下来我还买了一个我在公路里说 我一定要买的这个 Drunk Elephant的这个Pertini面霜 是他们家今年新出的一个 这个比较清爽的面霜 然后它打开之后呢 非常多 就是一个就是绿绿小罐子 跟他们家就是其他面霜的罐子 应该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种就是打开之后 还有一个泵 然后你就是压一下它 它这个面霜就会从里出来了 然后就这么一抹 超级超级干净的 然后包装设计又好看 然后又卫生 它是比那个Tatcha的Water Cream 要厚实一些的 那如果真的是想夏天用的话 是建议大家晚上用的 它虽然是比较厚实这种 但是它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而吸收完了之后 我就脸上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嫩 我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但是就是它会莫名其妙的让我的脸特别特别的嫩 整晚都非常cute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它里面含了什么东西 这个我要就是再仔细研究一下 目前为止我是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晚上用它的 那如果你是混油皮的话 也是建议晚上用 如果是干皮的话 我觉得就是早晚都可以用 都没有问题 我今天没有回购Water Cream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性价比不高 就至少对我这种熟领机 就是25岁以上的人 我觉得它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就是它上脸是舒服的 这是肯定的 但我并没有觉得它要特别特别的补水 对我皮肤就是也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觉得很多 稍微评价一点的东西 就是也能做到它那个效果 所以今年就是没有回购Water Cream 我回购了一个 就是应该算是我觉得Water Cream的 一个评价代替品的吧 就是兰芝这个水库系列的补水凝胶 这个东西绝对不是新品啊 很多年前就有嘛 但我觉得它的这个补水能力法 会比Water Cream要好 它只要35美金 然后非常非常评价 而且这件产品我是特意 就是没有用我的85折码去买的 就因为当时就是Sephora 在大概打折的前两天吧 出了一个满额增 就是你满35 可以四选二选两个护肤品中药 然后当时我看到那个中药 我特别喜欢 所以这个东西正好是35 我就先把它下了 一个是Drunk Elephant的 这个维他命C眼霜 还有这个TATHA新出的 这个primer中药 这两个东西 是我就是一直想尝试的 而且我就是不想买正装的产品 然后拿了这两个满额增 贴在我的Instagram里面所有很多小伙伴 都跟着我下单了 这个Drunk Elephant的眼霜是5毫升的 相当于是正装的三分之一 价值22美金还是23美金 我忘了 然后TATHA的这个呢 也是新出的一个产品 然后价值是12美金 它把这个价值加一起 就大概有35块钱了 这个真的是一个就是满35 送35的活动 挑出一个就是85折想买的东西 然后提前买 拿到这两个中药 我觉得是比单店35块钱的东西 达85折要更划算的 这个产品也是我会购的 一个护肤品是这个Bleaf的 这个滋润眼霜 这个眼霜我去年就是八折的时候也入了 是我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眼霜 它是那种就是又补水 然后又不粘腻的那种质地 你现在去Sephora官网上搜 就是眼霜的排名 这个都能排在前三 正好我那瓶用完了 我目前就是没有这么补水的眼霜 所以我这回就是用满了一瓶 那下一件东西就厉害了 这个东西在Sephora的官网上 只出现过4天 对就是从它上架到卖光为止 只出现了4天 上周一就是Sephora VIP入职 提前入场的最后一天 悄无声息的就上货了 这个就是这个Fresh 这个大豆洁面200毫升的限量版 这个东西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我也是五一中就是看到这个产品的 它是一个限量版 然后是比他们家正装150毫升 多50毫升的 当时在斯福兰官网上只卖42美金 我觉得加上85折算是一个不错的deal了 打完折之后只要35美金 然后感觉是钱少了 拿到的东西又多了 有一种就是加量不加价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外包装就超级超级美 特别的有艺术感 然后打开之后呢 这个瓶子也超级超级美的 然后感觉就是买到了一个便宜大碗 然后又颜值特别高的产品 我差点忘了我还有一件东西 现在应该在路上还没有寄到 也是这次就是85折下的单 这个东西就更厉害了 只在Sephora的官网上 持续了几个小时 就是Natasha Dino那去年 圣诞节出的那两个 就是限量的五色眼影盘 昨天一早就是悄无声息的 就进到了Sephora的sail去 而且还是我就是一个 Instagram的follower就提前发现 然后发私信告诉我的 我记得当时在网上打折的时候 只要35美金吧 然后打完折之后只要29美金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超级赞的地 要29美金就能买到正装的 那个Natasha Dino那的五色盘 真的非常非常值得 所以我就赶紧抢了一盘 我抢的是那个2号 就是里面有一个蓝色的那款 然后整个这两个盘在 就是Sephora官网 就是坚持了大概8个小时左右 就全面断货了 然后真的非常非常的疯狂 好 刚才就是我在Sephora这回 85折里买的所有的东西 那接下来就是一单 我在就是Tou Faced官网 75折里买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Sephora也是有的 我买的是这个Tou Faced 这个Natural Eyes 就是最新包装的这个眼影盘 这个盘原价是38美金 然后75折打完之后 只要28美金 而且当时官网就是 除了全场75折之外 只要你买任何一个就是眼影盘 它都会送你两件正装的产品 所以我就是毫不犹豫的 就买了他们家这个 Natural Eyes的眼影盘 这个应该是不算是新品 但是是他们家最新包装 从他们家那个铁盒的那个包装 然后变成这种非常有质感的 复古的这个金属包装 然后它这里面是吸铁石的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 跟以前版本就是 几乎是一样的颜色 它这个盘是椰子味的 然后好像所有的这个眼影里 都有就是混合一些椰子粉 所以它是一种 就是非常天然的一个椰子味道 它那个老的版本 是我从来从来都没有买过的 所以我才买了它这个新的版本 这回正好是换了新包装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新品吧 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建议大家SWASH出来了 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盘 特别适合新手 我也适合就是每天上班用 接下来我就来说 就是这一单的赠品 这一单的赠品 我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厉害 然后它送了两件正装产品 其中一个是这个 Too Faced的这个眼影的打底膏 这个单卖就要卖20多美金了吧 我觉得Too Faced他们家的眼影 就是显色度好 但是就是持妆力差 用它的时候配一个眼影打底膏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后另外一件赠品呢 是他们家一个液体的眼线液 好像是一个深棕色的 然后除了这件产品 他们结账的时候 还可以拿两个小样 其中一个小样是 他们家的这个bronzer中样 这件产品我自己其实是有的 就是这样一个颜色的一个bronzer 我觉得这一单真的是 超级超级的值得 先是七五折 然后加上两件正装 然后再加一个这个bronzer中样 其实我觉得平常 Too Faced官网打折 还是比较频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没有在Sephora买 还是相对来说划算的 另外一单我是在 It Cosmetics他们家 就是官网七五折的时候下单 当时我是看到这个套装 非常非常值得我就买了 然后它这个套装里 包括一个正装的 It Cosmetics 这个Bye Bye Pores的定妆散粉 和他们家这个 Heavenly Lux 这个八号散粉刷 这件产品大家应该补陌生吧 就是他们家超出名的 没有颜色的这个定妆的散粉 这个单卖就要22美金了 这次我其实主要的目的是 这个八号散粉刷 因为他们家的刷子 真的非常非常贵 不管是就是It Cosmetics自己家的 还是他跟Alta合作的 那个It Brush那个牌子 他们的刷子都非常非常好用 但是就是原价比较贵 所以这次我其实主要是 冲着这个散粉刷来的 尤其这把刷子 是他们家这个 Heavenly Lux系列的 就是贵中加贵 这个刷子单卖就要卖48美金 整个这个套装本身 就是一个刷子加定妆蜜粉 50美金就已经很划算了 然后又打了七五折 降到37美金 感觉我没有任何理由 再等下去了 就现在就应该入手 他们家这个散粉 是Sephora有卖的 但是这个刷子 Sephora好像是没有卖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 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这个散粉刷的毛 给你们看一下多软 超级超级软 就每天都是 强迫症一样 就是一定要拿它上散粉 就超级超级舒服 有一种就是 清风拂面的感觉 而且有它这个大小 包括这个形状 也可以拿它上 彩虹跟修容 其实是可以多用的 今天我提到的 所有这个折扣的信息 我当时都是在我的 Instagram里有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如果你想跟我一起 抢这些折扣的话 就欢迎你们 follow我Instagram啦 那接下来一单呢 是我在Alta 就是21天 就是五折特卖会的时候 买的 Alta的五折特卖会呢 我之前也做过攻略 给大家介绍过 那第一件也是 我最满意的 就是LORAC Pro 3的 这个眼影盘 这个原价是44美金 然后半价之后 是22美金 真的超级超级的值 所以这个盘里 有一个这个 眼影打底膏的中样 有这个LORAC Pro 3这个眼影盘 他们家的盘真的做的 非常非常薄 特别特别的省地儿 打开以后 就有他们家这个 Pro系列的这个 16色的眼影盘 这个并不是新品啊 这个东西已经出了 有一段时间了 只是正好赶上 这次五折 我就把它收回来 我感觉我所有LORAC的盘 都是五折收的 所以我不建议 大家原价买LORAC盘 因为我觉得它有很多 就是打折的机会 它妆感出来是比较清淡的 比较日常的一个妆感 他们家所有的这种 所谓的闪片色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 那种大亮片 它是那种Saturn 就是丝绒质感的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 就是追求 就是比较低调 然后清淡的妆容的话 我觉得这一盘 会非常适合 他们家盘里 自带的这个眼部的 打底膏 我觉得也特别特别的好用 上眼是那种 比较丝滑的质地 不会特别特别黏 另外一件也是这次 Alta五折特卖的时候买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It Cosmetics 他们家和Alta合作的 这个品牌 It Brushes 出的一个粉底刷 它原价是22美金 打完五折之后 只要11美金 我是有两支 他们家的粉底刷的 这是我的第三支 是他们家这个102好的 是属于这种 有一点扁的 这个粉底刷 它上粉底也是能上的 我也用过几次 就是花的时间比较久 因为它比较扁 然后比较小一点 我觉得它这个形状 可能更适合 上那种cream质地的修容 就我觉得有一点尴尬 这个不是特别特别的满意 这一件产品呢 是我在Alta买的 这个Anastasia 他们家的极细美笔 对这个美笔 当时也是五折 它原价是21美金 然后折完之后 每根只要10块5美金 真的超级超级赞 本来想多收几根的 但是我因为 还有其他美笔的存货 所以我就只买了这一支 我买的这个颜色 应该是chocolate 这就是蛮适合 就是亚洲女生的 一个就是深棕色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这真的是美笔的 长年的销量冠军 然后这回Alta能五折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那接下来是我最近收到两个PR产品 其中一个是叫La Mano的 一个饰品的品牌 他们家是位于LA 然后专门是做手工的 这个纯银能量石首饰的 他们价位非常合理 基本上都是二三十的 所以这次也是非常感谢 他们就是联系到我 然后可以让我在他们官网上 选几件就是我看上的首饰 而且这次我选的也都是我觉得 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几块 这个是他们家首饰 当然摸起来特别特别舒服 因为他们家是做这个银式能量石的 所以需要擦 所以每个里面都还有一个擦银布 其中一个就是我今天一直在戴的这条项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他们家最近热卖的那个 Dangling Stone的这个项链 然后我选的是这个粉金的 我觉得还挺配合 今天的衣服的就直接戴上了 我记得只卖三十多美金 还是比较划算的 然后我还选了三条 他们家这个Chain系列的 能量石的这个手链 它也是纯银镀金的 然后你可以选择就是中间不同的能量石 他们家这个手链就是你一条一条戴的话 没有什么感觉 一定要就两到三条戴在一起 它这个层次才能出来 那我比较喜欢方针是把这个两三条 这个手链手尾相连 弄成一条 特别特别长的 在手上一圈 两圈 三圈 然后呢 你就自己微调 这样的话 你确保它三个珠子 不是在就是同一个位置的 松紧微调一下 让它叠起来 这样戴我觉得就好看一点 我记得这个手链大概每一条也就20多美金 都是就是纯银镀金 然后加天然能量石的 然后在这里我也是帮大家申请了一个福利 然后他们给了我一个专属的折扣码 是Nina15 那这个是限时一个月的 从我发这个视频开始 在他们家就是这一单都可以八五折 然后另一个PR产品也是一个首饰的品牌 是这个叫DK Parola的 这是一个就是加拿大专门做就是珍珠饰品的品牌 然后我曾经看到过他们给就是其他博主也发过PR产品 但是一般都是就是加拿大的博主 作为美国的博主 然后能受到加拿大品牌的重视 我还是挺开心的 他们也是就是允许我选几件我自己喜欢的珍珠饰品 第一个呢我选的是一个套装 我觉得这个套装特别特别的划算 它是一个戒指项链和耳钉的三件套 一个就是弯的钉子加一个珍珠的这个造型 我特别特别喜欢造型 我觉得特别优雅特别简单 这个是他们的项链 然后还有他们配套的这个耳钉 也是长这样的 让你戴在耳朵上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以及一个他们家的这个戒指 它是这种开口的 你可以自己去调它的大小 我觉得超级超级好看的 这一套加起来只要55加币 它都是纯银珍珠的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划算 另外呢我还管他们家要了一个 就是他们家网红的产品 就是他们家这个珍珠的choker 这个instagram上到处都是这个图 他们家有白珍珠款的 然后也有这个是黑珍珠款的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黑珍珠的 黑珍珠一般都会有一点 就是绿色或者紫色的偏光 我就会比白珍珠更有个性一点 那他们家也是给了我一个85折的码 就是我的名字 Nina Sui DK15 这个码是中生可以用的 今天说到这几个PR产品的这个链接 我也会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里面 我觉得这次特别荣幸 一下就有两个首饰品牌找到 我愿意给我寄一些PR的产品 那在这里还是非常感谢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就是有大家订阅这些商家才会发现我 所以我也是以后会尽量就是多出公路月的视频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 千万不要忘了follow我的instagram 因为就是youtube真的不是一个分享即时信息 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跟我一起买买买的话 就是千万不要忘记follow我的instagram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就请给我的视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再见了 拜拜